狗狗被石頭砸不停狂吠 但旁邊男子還沒罷手 拿三角錐丟過去 甚至撿起再砸第二次 最後還把旁邊瓦斯桶打開 丟向狗狗位置 瓦斯瞬間外洩 而四組從監視器看到這一幕 心全都碎了 民眾直說真的太誇張 事發在29號深夜11點多 宜蘭市疑心路一段 50歲江姓男子與45歲陳姓友人 在附近KTV喝酒唱歌 結束後準備返家 看到路邊店家外的黑色狗狗不斷狂吠 疑似酒後情緒失控 甚至開瓦斯把瓦斯桶當成武器 朝狗攻擊 再搭乘計程車逃逸 四組接到客人電話 說店外有人在砸狗 馬上趕回去調閱監視器 看到自己的狗被攻擊又氣又心疼 立刻報警處理 原警也在兩小時內將險犯 帶回派出所 狗狗耳朵還在流血 因為過年沒有醫院可以看診 只好等到年後去看 不過男子大半夜只因為幾杯黃湯下肚 就失控對狗狗攻擊 還亂丟瓦斯桶造成瓦斯漏氣 差點就釀成更大意外 行為實在太失控 TVBS新聞前大臣李魯一來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